看一下这个 今天其实刚刚讲说 现在就是保本很重要 现金为王很重要 保本就要叫大家来投资这个债券 今天蛮难得的 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大部分都讲这个 股票比较多 Miss Q是专门投资债券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 你为什么会主要是投资债券 而且你是靠债券财富自由的 为什么 对 应该是说 我刚开始就是 我之前在规划我的这个 未来退休金的时候 我也是以股票为主 可是其实我有思考了一下 也尝试了几年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你百分之百 都是用股票 来作为你一个 整个储蓄退休金的这样子的话 那如果像今年 遇到这种疫情的情况 那你中间就可能 就会遭受一个很大的波动 而且是在你年纪很大的时候 遇到一个很大的波动 对 跟惊吓 就65岁遇到2008 对 现在遇到2020 一切就重新开始 对 所以其实 因为我有一个就是比较强烈的目标 就是说 就是准时退休这个部分 所以后来我就思考了一下 就是说应该要什么样 你想要准时退休 对 就是有设定 几岁几岁设定退休 就是工作20年 工作20年 对 工作20年的部分 然后 所以我那时候 我就思考了一下 我先浪费了三年 去投资股票 然后投资股票之后 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可能不太行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所以后来我就改用债卷这样子 对 用股票你觉得没办法退休 我觉得它的波动太大了 然后而且我发现这个市场其实越来越有效率 对 那越来越有效率的情况之下 就是其实你的报酬率没有办法像过去这么高 对 所以就是说我后来就是改用债卷 那我刚开始就是 其实也是先小额投资 然后慢慢研究这个市场 那两三年之后就开始比较大笔的投资这样子 那大概是从05年06年 应该是02 03 04比较小额 然后05 06 07 08 09 就开始比较大额的在投资这样子 那我投资了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说 因为其实那时候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债卷ETF 所以我就是用单笔的债卷这样 单笔债卷它就是有个固定的利率 5% 6% 那其实我是可以算就20年可以累积多少利息跟本金这样子 对 那刚好就是其实也遇到一个就是08年金融风暴的部分 那金融风暴的话那它就是 很大幅的降息 那美国又QE 所以债卷不止后来是只有利息的收入 还有很大的价差部分 后来我就了解到就是说 其实在对的时间存债卷 其实你是可以加速你财富自由 所以我本来可能是预计20年 后来就就小于10年这样 哇 这是靠债券来这个要财富自由 凡是因为债券的关系 你提前的10年财富自由 其实我之前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推荐大家多看一些债券基金 或债券ETF 因为平常的时候你买债券真的是会比较稳定一点 我们都主张平常的时候可以有些资产部位是买债券 股票大跌的时候再去买股票 那投资上你会觉得更有效率 那今天不过比较难得听到的是 有人就是靠债券财富自由 因为多半的投资人会觉得债券涨得很慢 但其实这两年债券表现的也非常的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Ms.Q你的报酬率好不好 你的这个投资报酬率你卖ETF 投资等级这些其实也是有两成 我们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其实就是说债券的话 其实一般的投资人都会觉得这个报酬率非常的低 那这是一个普遍的概念 不会啊我觉得两成很好 一年两成 巴菲特一年多少 15% 对啊很好啊 而且债券有机会是比较稳定的 对在对的时间点 其实我后来其实是 在这市场比较久的时间 其实我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你在升息末期的时候 你就是开始买债券 那买债券之后买高等级的债券 然后等开始降息之后 那其实你不但有这个利息 然后也有这个价差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看就是说 2019年其实像去年 投等债的部分 其实我就是在三月以前嘛 那时候费的已经暂停升息了 然后那时候的话就是开始投资 因为其实我也没有预期 就是说 会降息这么快 可是市场永远比你想的变化的还要快这样子 所以去年其实我买的时候本来想说可能等个一两年吧 可能就慢慢降 结果没想到去年降了三次 对所以去年其实投等债大概就涨20% 公债就稍微逊色一点就13% 那台湾的话台币其实债券的这个利率很低 所以就是说台湾的话我就是以台湾的特别股 对特别股的话大概平均就8% 不过他是台币就比较没有什么这个波动风险 瑞士也是台湾的这个台币 这个是我长期都有 就11% 所以平均就10到15% 真的是MISS稳健小姐 都是买这些可以领席的 因为其实再来另外一个部分 也是我认为就是说景气已经到末端了 所以就是先准备再捐 那今年的话其实是更shock 就是其实现在FED的利率就直接到零了 所以今年的公债就涨了20% 那因为现在FED 公债涨20% 哇多甜美啊今年耶 很多人的这个股票资产都是20%这个下杀起跳的 对那台湾的特别股的话呢 就是跟REIS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涨跌 那我现在 对这个这个这个是部分 然后我近期因为FED他有开始买公日债 我买一些短的 对那头等债的话我想要观察一下 就是油价对这个财势的影响 在做布局 OK你觉得债券是最能够抵御像这样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 是一定是 因为其实FED他一定要 穩住这个公债市场 不然其他市场就爆炸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手上有股票投资人 我是还蛮建议你手上一定就是 要有公债的部分 对 因为现在还持有吗 因为大家觉得公债现在已经是偏贵了 觉得还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因为其实 其实你现在买公债的话其实是很便宜的保险 因为其实他基本上下挡风险很低 因为FED会去支撑这个市场 对 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 可是股票的话他目前没有支撑这样 股票目前没有支撑 听起来蛮有道理股票没支撑公债有支撑 今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债券ET报酬率前五大 这个第一名我们看到这是群艺的25年的美债 这台湾都买得到的嘛对不对 报酬率有两成 第二名凯基美债也是两成 这些都是正报酬的 我们股票都是在看这个副报酬的 现在看到债券ETF都是正报酬的 通通前五名就是都是两成的报酬率很好耶 你觉得今年大家可以怎么配置呢 其实如果你是买HIGHBETA的股票的话 其实你债券你就赔多一点 这样你的股票你才报下去 这是我的建议 莫婉觉得这方式怎么样 我觉得今年 女生就是稳稳的赚 就是靠债券退休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投资属性 尤其他设定他的退休跟理财目标 有他设定的方向 所以他找到适合他这种属性的投资工具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在这边要补充一下 提醒大家就是说 其实债券它也有很多种类 就算公债来讲 它也有这个Duration的问题 就是说它有程序期间的问题 我这边有三个 这个都是元大的美债的ETF给大家参考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三档这个ETF 它的特性非常的鲜明 比如说各位看到一到三年 这一档这个元大美债ETF 它其实波动不大 那它从今年的最低到最高 这个波段它的报酬率 大概差不多是3到4%而已 所以它的Duration是比较短 就是它的存续期间是只有一到三年 那另外一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元大美债10年 7到10年 它的存续期间就相对比较中期 我们一般讲10年是主流债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今年的从低档到高档的一个报酬率 大概就是10% 很明显它就是很比这个一到三年的高 为什么 因为它存续期间比较长 所以一般来讲 在我们当我们看跌利率的时候 我们看涨债券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Duration 就是买的这个存续期间拉长 所以刚刚庆友那个板 为什么25年它的报酬率达到两成是最高 就因为它的这个存续期间是最长 那另外各位看到这个元大20年的ETF 它的Duration更长了 所以它的报酬率从今年低档到高档是有20% 但是各位要去注意 它的波动性也比较大 因为它在这一段曾经出现过流动性的大跌的问题 它在这一段 央行这个买回来了 对它这一段就是因为美股后来暴跌 导致了整个市场恐慌 而造成了债券市场也出现更跌 流动性出问题的当时那个状况 所以才逼了这个Fade进场所谓的无限QE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虽然说这个存续期间长的债券 它的报酬率相对比较好 但是它也会相对有比较大的波动 所以在这个所谓波动风险跟报酬之间 我觉得我们在投资上还是去做一些考量 OK 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公债的部分 那现在很多人会觉得高收益债也非常的甜 这个高收益债台湾投资人其实非常喜欢 那这一波其实高收益债 因为已经呈现这个超跌的情况 那我们也知道之前有讲过 联准会也开始出手来买这些高收益债垃圾债券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也说是高收益债 是不是10年来最佳的进场时间点 我们来看现在高收益债平均值率也是有8% 甚至有到11% 这比股市我们刚刚看到的高收益来得更好 那也有价差 其实光这两个礼拜我们刚刚看到ETF 其实就涨了将近15%了 高收益债 现在可以进场吗 那高收益债 虽然现在看到那个应激利息 这个很好 大概有8% 这个其实也不意外 因为现在目前高收益债 几乎已经没有在初级市场的状况 就是说IPO已经基本上都动不了 没有办法发债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再看现在目前高收益 最主要还是要看整个经济稳固稳定 我觉得如果各位对高收益有兴趣 那倒不妨去注意一些流动性比较好的高收益相关的商品 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很恐慌的年代下面流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点 也就是说我要变现是不是可以立刻变现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注意一档ETF 这档ETF就是这个HYG 这档ETF HYG 这个富委托也可以买到 对 这档富委托可以买到这个高收益债券的ETF 基本上它这一波跌很多 但是它谈上也谈很多 那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每天的成交的Variant相当大 所以说你想卖跟你想买 你都绝对可以卖得掉跟买得进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注意这档ETF 好 Mr.Q你的建议呢 高收益债 因为联准会它其实它 应该说最近有宣布 就是说它会就是进场 就是保留有一部分的这个资源 会放在高收益的ETF 那公司债的部分呢 它会针对Triple B被downgrade到 这个因为3月23号还是在Triple B 后来被当轨下去的这个部分 在BB以上它会去救 所以它并不会去救那些CCC的这些部分 所以某些程度我会觉得 就是说高收益现在的涨幅已经反映了 就是这FED会去救的这个全部的这个部分 对 那我是觉得有一点超涨 你去公司演讲讲过了是不是 OK好提供大家做建议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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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